奇幻岛二部曲 西落之城 一座福岛上流传许多传奇 数个世纪以来 最伟大的传奇是一本失传许久的圣书 但是黑暗势力来袭 邪恶暴风可能将小岛吹向未知之地 于是各部罗搬布了一道木银 找到圣书中可以平息风暴的秘诀 一个小女孩和她的一群伙伴 接下这项任务 失传已久的圣书 成为这座名为奇幻岛的小岛 所寻找唯一真正的盼望 海大富越开越稳哦 越来越闷 我不觉得 越开越稳 什么 到处都是一片黑漆漆的 我的老天哪 全家好 有线索吗 外面有个豆丁 被你头上那领怪貌遗照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你也干嘛一领 我们整月豆丁好行吗 暴风开始吹了 没时间了 希望能在暴风把奇幻岛吹走之前 找出拯救大家的方法 别担心 可是这一回就不同了艾莉 我对找圣书这任务很悲观 线索都用完了 没有新的石板或石头像 只希望我们的方向是对的 别再抬杆了 我们问题大了 黑暗势力把我们困住了 好像告诉我们 不应该在这 我早就这么想了 我们不能听从黑暗势力 有什么好办法赶快提出来 听不开 真要义 分岔何口 粉针海狗 这下可好了 有可能石落之城在这一边 我的黄金在那一边 可能两边都落空也说不定 别这么早就下定论 两条路 猴子下山来解明 根本没有办法计算 船长 这两边要选一边 实在太难了 我倒觉得蛮简单的 左边 也有可能是右边 爱丽 没有办法知道哪条河通往石落之城 我们可能会选做方向 我们应该下船去看看 我先下去 爱丽 你待在这里 这附近应该能找到一些线索 也许在下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什么东东 是谁呀 就当我是为老朋友好了 我从一开始就在观察你们 所以你也知道圣书的故事了 不大清楚 我向来对天风夜台没什么兴趣 我会要逛吗 很抱歉 还没请教你的大名 我姓华琉 红魔蛇华琉 我住在这片森林里 这里可以说是我的地盘 是池塘吧 你错了 圣书真的存在 你不相信是因为你没看过 亲爱的 我看你是读太多童话故事了 难得成你还想找白雪公主吗 我不喜欢你 还有你讲话的口气 真是遗憾 我倒蛮喜欢你的 沾点蘑菇酱和蒜末 更好了 有人快要成为夏酒菜了 这几条路我都熟得不得了 左边那条比较好走 还有一些宝藏啊什么的 你说什么 我不晓得啊 好多年以前 有一艘海盗船在那里沉没 留下了 数不齐的金币和珠宝 就在这条路上 我都不想得该怎么处理才好 哇哦 好可惜啊 你啊 总算说了些好听的 我们可以从你手上拿走一些 哪来的手啊 那我们的使命呢 上述怎么办 何不拿点宝藏犒赏自己 让在下引导各位度过危险的旅途 我是仕途老蛇 好准你们不入室 足迹最多的这条路是最佳的选择 这条康庄大道可是遍地有财宝 I've heard about a better way You find it there's a narrow gate They're treasures but they're not the same Instead of gold I'll have peace Instead of diamonds real love Instead of silver there's hope and joy And everlasting life We all gotta pick our path No matter where we're trying to go One way will lead us up The other will take us low Which way should we go 赵天心 你别担心 我会随时陪在你身边呢 That's very kind I guess But I'm about decided to go right 你会后悔的 左边多好 想想你会错过多次 左边 对啊 坐 对 Where should we go We all gotta pick our path No matter where we're trying to go One way will lead us up The other will take us low We all gotta make a choice It's the most important you'll ever know We all gotta pick our path Which way should we go Which way should we go 找寻尚说 等等 要顺服 找寻尚说 那是什么 是另一座石像 有话要告诉我们 说服什么呢 你们太傻了 既然听石头的话 我可是提供你们发财的好机会 你们若爱我 就必须遵守我的命令 如果造物主要我们跟着线索走 那我们应该照做 那你们想要什么呢 对啊 那我想要的呢 我也不晓得 这位先生说 左边那条比较好走 右边可能困难重重哦 最美好的事物 往往值得我们赴汤到火 算了吧 爱丽 走右边没什么好处 然后往左边 该做失落之城也没问题 别选旁门左道 要选正确的路 废话 没看到我们都快想过头了 别选旁门左道 没错 右边才对 这是大开眼界了 石头像告诉我们该选的条路 右边才对啊 一点也没错 这条路带领我们前往失落之城 海大部 起毛扬白 全速前进 团长 亲爱的朋友 别这么冲动嘛 想想前方的危险啊 冒险我最在行 我最在行插发 别跟别人说哦 嘿嘿 那本书 这是一堆不切实际的幻想和废话 掉头回去 不然有你们好看的 一群愚蠢的游客 好戏才刚上场 你有条木头腿 对 我知道 鲨鱼干的 对 十只鲨鱼 十鸡 哪只还带着剑 跟一群带着武器的凶猛鲨鱼搏斗 可真是难对付啊 获山岛就在前面 啊 每天都有新花样子 这下糟了 我们根本不可能开过去的 这些银从头越来越远了 一方法我们就要熟透了 阿姨 快点想想办法啊 一定有路走的 只要我们捐成命令 什么命令啊 你们看 石板的表面变了 太神奇了 那是地图 听艾莉的指示前进 先向左转 然后向右 向右 向右 接着打直 向右 向左 不行了 真要命 再往左 滑过来又滑过去 保持方向 像在跳法尔茨 往右 哪里我看不到 石板是这么画的 好吧 照你说的 好 好 我们做到 艾莉 你那块石板真有一套 表不起 你们看 失落之城 他不再失落了 看来这条是唯一的路 不能休息一下吗 没时间了 如果圣书有能力阻止风暴 那我们得赶快找到才行 我好害怕哦 船长 恐怕 所以要团结在一起 那我告诉你 那我告诉你 可是会有长风 又不是没遇过 我们要走 再坐船或行走 又不找我们甘心 我们一起同行 我懂你的心情 但如果你和我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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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不想也算 他們的動作還真快啊 還要等一段時間 暴風才會清醒 不過也快了 該去準備一些驚喜下下他們 你那條腿怎麼了 跟十隻鯊魚鬥劍 十隻鯊魚 還有隻大章魚 每隻觸角都帶劍 我可是孤軍奮戰啊 大家最好注意腳步 你幹嘛 我怕找到別人呢 非難著手的對 要是我自個兒蓋住秘密城 我一定放一堆那個什麼玩意兒來的 什麼 那種東東你知道的 你這碎碎那些什麼 劍警 小鼻哥你不來 大家都還好吧 沒掉什麼吧 聞到飛了 沒事就好 上腦筋 有兩道門 我想這回好選多了 沒有這麼容易的事 恭喜啦 各位遊客 看來你們找的地方啊 你是怎麼進來的 我說過 找秦境是我的專長 我願意指點指點各位 走開 我們不需要你的幫助 我希望你們找到使人快樂的東西 就在這扇有大不美麗的門後 那這扇小門呢 誰知道 放掃把的廁所吧 但這扇門會往美麗的世界 看了 黃金之城 這下當國王了 誰是國王大人呢 前進皇宮 是獻祭 你們的自私貪心果然與我所願 跟以前那些可憐的傢伙沒有兩樣 不過想開點 你們現在跟那本書一樣 以後可能也會有人來找尋你們 我得走了 好像快下雨了 不要 不要 找一找 一定有出口的 你們看 這下子找不到聖書了啦 聖書一定能夠帶我們離開這裡 那這塊石板呢 石板又不是聖書 可是石板跟聖書一樣 也是造物主的畫 對吧 這些畫幫助我們選擇正確的河口 一定也能夠帶我們離開這裡 他說的沒錯 看看石板上寫些什麼 這些文字在這個石板上寫著我們 這些文字在這裡 寫著我們 這裡有一個祝語 寫著我們 寫著我們 一定要有一個祝語 每次都是他們 要他 那他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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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he Creator will show us the way, it will keep us from harm. As we walk with its protection, this is what we will say, we believe and will obey. The Creator will show us the way, it will keep us from harm. As we walk with its protection, this is what we will say, we believe and will obey. The Creator will show us the way, it will keep us from harm. As we walk with its protection, this is what we will say. The Creator will show us the way, it will keep us from harm. The Creator will show us the way, it will keep us from harm. 谷成里 那在哪里啊? 不巧的,可得赶快找到飞行,大风越来越强了。 哪里都有可能,得花好几年呢。 海大夫说得对。 谷成里面要找的地方太多,根本不晓得从何找起。 可是我们没时间烦呢,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大家四处看,圣树一定就在这附近。 怎么搞的? 这刀被暴风吹动了。 快要完蛋了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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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说我记得这故事。 我小的时候我爷爷跟我说过, 这只猫叫做大卫, 这个笨巨人叫哥利亚。 那,这幅画是海上的古老传说。 这个可怜的老兄被鲸鱼给吞了。 这墙壁也是画一个家伙在海上行走。 走在海上? 巨人? 金鱼把人给吞了。 这是什么故事啊? 这么精彩, 应该写进圣书里。 也许就是。 什么? 不! 也许, 我们也一样。 也许我们就在圣书里。 这些墙壁是书业。 房间就像一张张的圣书。 我们祖先知道, 最能遵造圣书而活的方法, 就是活在圣书里。 太神奇了, 你说的没错。 难怪古城里找不到圣书啊。 因为古城就是圣书。 听我的话, 又遵守的人有福了。 那没有看见就信得有福了。 我总不撇下你, 也不丢起你。 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上了世界。 你们最小心的人啊, 就连风和海都听风了。 我们在圣书里, 古城就是圣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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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里, 我们找到了。 大方的云都不见了, 一片晴空蓝天。 小岛的危机完全解决了。 危机还会出现。 那些读圣书的人, 还有那些听书中预言, 并牢记在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时候将到。 你是说还有更多危险? 种种的邪恶势力还会再起, 暴风将再度来袭。 真好不? 你们放心, 透过这些墙上的话语, 我将我的大能赐给你们。 没错, 只要听从圣书的话并且遵守, 我们就能除去一切的障碍, 不管是什么。 不管多困难。 他们暂且趁心如意, 下回就换我威风了。 我走啊! 怎么会害到自己呢? 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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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人? 这儿! 太巧了, 老虾! 感谢你! 好啊! 他们找到圣书, 书上的话重见天日, 暴风消失。 现在美丽佳人号上面的勇士们, 即将完成长老的命令, 将圣书的智慧带回奇幻岛。 从一边缓起来, 过尾房长长大地元, 最后游战会弯易了。 但也不怕看过有攻击岛来。 我带了 Action, 后来你找个心理。 我带了我的故事啊! 从一边远落在游战操海里, 我带了解 Designer颈降中的帮助了。 我带了解图柯犬。 我带了解图柯状续。 我带了解图柯状导人, 下回游战会去除彎体了。 后来游战会呆的补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